火门的传说 相传在远古时候,珠江口外的大海里有一个小岛,小岛上住着狼海龙王。 这岛上有一眼中年奔涌的清泉,龙宫里的龙子龙尊、虾兵蟹匠都经常到这里来饮水。 这个岛就叫做龙穴岛。 龙王有个心爱的女儿,名叫阿娘,她是个生气活泼,天真浪漫的姑娘。 有一天,她独自一个离开了龙宫,到海滩上来玩耍。 她踏着松软的沙滩,走啊走啊,向陆地深处走去,离海岸越来越远了。 突然一阵旋风,呼得从她的老后吹来,阿娘回头一看,一只花面猛虎正朝着她追来。 只有几丈远呢,吓得阿娘一面大声叫救命,一面苍茫奔跑。 谁知那沙滩又松又软,把她的一只花鞋陷进去了。 那花鞋本是农工的一件宝贝,刹了间变成了一座小山丘,矗立在海滩上,挡住了蒙古的去路。 保护阿娘平安地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岗湾里,避过了这场灾难,总算太平无事了。 后来人们就把这小岗湾叫做太平港,就在今天东莞县太平镇那个地方。 再说,那农王在龙雪岛上嬉起,那天听见阿娘呼救的声音,便拿起一只沉香化吉,冲上岸来。 竟是神虎沉兄,便向他奔去,两个就在海滩上厮杀起来。 神农神虎厮杀,那可是一战好斗,直打得天昏地暗,山洞海啸。 无赖那只神虎,类似已有八百年的身孕,气力渐渐不支,只好一边打一边退,但又被邪山断住了去路,正想夺路逃跑。 直见老农腾空越起三丈多高,大口涂水,顿时使得珠江口岸朝涨三丈,把整个邪山都卷到了江心,顿时变成了一座岛屿。 就是今天的阿娘邪导,幸好神虎有几分水性,他一边招架,一边划水逃命,但在水中他则是老农的对手。 直见老农举起沉香化吉,剔头打来,正中神虎的眉间,把他击到了江心,动弹不得了。 后来变成了一座虎山,那只沉香化吉也断为两节,掉落在神虎身旁,变成了上横荡和下横两个岛屿。 那神虎被打伤之后,变山之前便生了虎宅,那虎宅虽刚出世,实际上也有八百岁了。 他写着母亲的样子,扶倒在江心,变成了小虎山。 可是老农王还不放心,生怕神虎日后还会再来伤人。 特地打了一把大金锁,把这母子阿虎锁住。 这把金锁就是现在的金锁牌岛,又有人叫它做金锁钢光。 从此以后,大小虎山雄聚江心,扶卧在珠江口上,像是一道门户守卫着滔滔珠江。 人们就称它为虎门。 海乡床虎母子失去了自由以后,常年累月地扶在江心,日夜望着浩瀚的狼海,常常心叹自身的孤苦伶仃。 所以后人又称珠江口那段海译为伶仃羊。 但神虎也常常为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,又发威咆哮的时候, 它掀起的金韬骇浪犹如熊狮鹿吼,所以人们又称之为狮子羊。